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8年9月18号星期六 前两个月 7月8月 中共高层传出内斗内哄内争的这些传闻 政争或者政变的传闻 事后中共或者帮中共洗地的人总是说那是谣言 但是很多事情都在验证或者逐渐验证当时的一些传闻 当时的一个焦点人物是王沪宁 当时传出的消息都是王沪宁在党内受到批判和围攻 地位积极可危 甚至当时差点就出大事出状况 那么最近几天的一些事态发展证明围绕王沪宁 确实发生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状况 最近几天是9月9号 明天将是朝鲜所谓建国70周年 70周年这么个纪念日 那围绕这个纪念日呢 中共已经决定派出政治局常委栗战书代替习近平出访朝鲜 这个动作已经是不简单 那么最近又出了两个动作 就是9月6号 朝鲜驻中国大使馆举行了一场所谓国庆招待会 结果出人意料的是 代表中共方面出席这场国庆招待会的是 全国政协主席政治局常委汪洋 而汪洋还在这个招待会上致辞 他的致辞开口就是说 他代表习近平总书记 中国的党和政府祝贺朝鲜建国70周年 汪洋本来是不设中朝关系的 但是涉入了中朝关系 那么隔了一天 9月7号晚上 又有另外两个机构 主办了一个招待会 叫中朝友好协会 和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 联合主办了一个招待会 庆祝朝鲜建国70周年 结果代表中方出席的 也是令人意外 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 王岐山又在这个会上致辞 说是有对朝鲜三个不变 一个是所谓中朝关系不变 再一个是什么中朝友谊不变 再一个是中国对朝鲜社会主义建设不变 等等 那么这两个招待会 这两个人出席 再加上栗战书访问朝鲜 那么就使人联想到 原本主导或者主管中朝关系的 政治局常委王沪宁 是怎么回事 因为在上半年 金正恩三次到访中国 两次到北京 一次到大连 去迎接和去送的 到车站或者到机场 去迎接金正恩 或去欢送金正恩的都是王沪宁 而金正恩在访问中国期间 除了跟习近平举行所谓首脑峰会 几乎全程由政治局常委王沪宁陪同 很显然 当时的分工是王沪宁主管中朝关系 而且当时当爆出韩朝封了首脑峰会要举行 美超首脑峰会要举行的时候 中共这边抢先抢人 抢人的计划应该就是王沪宁提出来的 说赶在韩朝封会前把金正恩抢到北京 又赶在美超峰会前把金正恩抢到大连 这个抢人大赛 最后在美超峰会之后 金正恩又再次到北京 那么这个整个过程都是王沪宁主导的 那么现在就在中朝关系的关键时候 王沪宁却不见了 很显然 7月8月中共内部发生政争 尤其北戴河会议后来又是激烈的争锋之后 在其中的过程之中 王沪宁受到了很多的批判和围攻 除了这些党内同僚批判他的宣传和文宣工作 砸了锅 另外就是批判他中朝关系 让中朝关系冲击了中美关系 因为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工作 砸锅主要是对外的宣传 王沪宁亲自策划了一个厉害了我的国电视片 还有其他类似的一些事情 大规模的宣传 中国制造2025 大规模的宣传 中国全面超越美国 都激起了美中之间更深的对抗 更加为中美贸易这样 可以说是火上浇油 那么这个在七八月的认争之后有所收敛 但对内的宣传并没有改变 另外一个就是中朝关系 那么可以说当时的把金正恩三次抢到北京 在国际上来看 动作太明显 动机太明显 给人的感觉就是超之过急 用力过猛 以至于川普对习近平表示了不满 本来说以前川普跟习近平 还有一定的所谓个人关系 还要互相看一下面子 曾经有一次中兴公司 受到接到禁令和处罚 停止停摆运作的时候 还发生一个情节说 习近平跟川普通电话 通电话习近平向川普求情为中兴公司 说是中兴公司的停摆 导致了七八万的员工失业 其中就包括他老家 陕西城副平县的一些员工失业 这明显带有个人色彩的一个求情 接到这个求情之后 川普就有意决定放中兴公司一马 通过一个重罚款 收取押金 并且更换管理层和美方派出监管 这样一个条件下 让中兴公司是死而复生 也就是说习近平跟川普的个人关系 在那个时候还起一定的作用 但是当习近平跟金正恩多次会见 尤其是大连的会见之后 川普就明显感到不满和反感了 说他发的推文和发的一系列的抱怨都可以看出来 认为中共在背后捣乱 习近平在背后死坏 因此那一次大连峰会之后 金正恩跟习近平在大连见面之后 美国总统川普就宣布取消美朝峰会 最后金正恩急了 急忙求情于韩国的总统文在寅 才恢复了紧急的向美国说情 表明了自己的一个诚意 这个川普在稍微回心转移 恢复了这个原地的美朝峰会 6月12号在新加坡举行 所以这个很明显 这个川普对中方 对中共对习近平的这个作为非常不满 那么极有可能在7月份8月份的 这个中共内部政政中 王沪宁在这方面也受到了猛烈的围攻和批评 所以至于王沪宁的地位动摇 所以当时对王沪宁的这些角色的解释 当时王沪宁相当一段时间没有露面 尤其是北戴河 他没有像往昌那样作为一个书记处常务书记 但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常务书记 政治局常务去看望北戴河休假的专家 当时中共方面的解释 就是说王沪宁的权力没那么大 没有他的前任刘云三那么大 说刘云三监管兼任了中央党校校长 而王沪宁没有兼任 暗示王沪宁的权力是跟刘云三相比缩水 所以说才有中组部长陈希和副总理胡春华 直接去看望 越过了常委级别 而陈希是兼任中央党校校长 是习近平的亲信习家军 后来又有个解释 就暗示当王沪宁再次没露面 后来继续没露面的时候 又解释说王沪宁 由于没有兼任党校长 也不向刘云三监管和组织有关的工作 而组织人事大权 直接由组织部长陈希向习近平负责 所以两个暗示王沪宁的权力不够 后来七八月政争结束之后 后来政治局常委都露面了 因为基本上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 这将近三十年的时间 中共现有的政治局常委 不管他们斗得多激烈 一般在现有的政治局常委 中共高层不出现变化 所以在今年的七八月斗争结束之后 王沪宁跟着其他政治局常委相继露面 鼻青脸肿的相继露面 那么其中一个露面就是宣传会议 召开了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由王沪宁主持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这个显示王沪宁似乎还继续的主管 意识形态和宣传的工作 但是因为宣传系统换了人 换了很多人 很多是换上习近平的人 表明了他的权力进一步的 相当程度是了削弱 另外一个王沪宁 鼻青脸肿露面的时候 他首先见的是越共政治局委员 兼书记处常务书记 那么表明了他还在继续主管一项工作 这项工作就是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党级交流 共产党国家之间的党务对话 是他在主办 是王沪宁的主管 因为在十九大之后 王沪宁就搞了一个所谓世界政党对话 就是他主导的 所以他曾经在这方面是个风头人物 但是朝鲜就是共产党国家 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按理说 这个朝鲜之间党与党的对话 应该是王沪宁 中朝关系应该是他主管 但是最近的局势显示 他完全出局 除了刚才我提到的汪洋意外的出席在这个朝鲜大使馆招待会 而且说代表习近平 王沪宁意外的出席第二场招待会 这个在宣称什么中朝关系不变 还有栗战书 前段时间说栗战书代替习近平访问 本来从中共党内的分工职能 各方面都可以说是名不正而言不顺 因为栗战书是人大委员长 是议会的 相当于议会议长 代表什么党和政府去出访 相当的不伦不类 但是显然本应该去的角色 就是王沪宁 政治局常委 主管党籍工作 而且曾经是主导和主管 中朝关系 那么所有这些都证明 王沪宁在中朝关系上出局了 也就是说 王沪宁主管的工作中有一项被拿掉了 他的实权受到了削弱 分别被栗战书 汪洋 王岐山所瓜分或者是替代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倒过来 就应验了七月八月的这些传言 中共习近平一派所说的谣言 事实上还有其他应验 我们都不一一说了 就像两名中将被捕 两名上将被消失 这些都应验了当时的政变传言 一定程度上 相当程度上 应验了政变传言 而上将被消失之后 根本就没有下落 没有这个查处的下落 就更加证明 党内这个时候非常的诡谲 云波诡谲 诡谲 因为这个内幕很深 水很深 所以这个到此呢 这个王沪宁的角色就非常清楚了 可以说他是历史上这个常务书记 主管宣传和意识形态的常务书记 政治局常委中权力最小的一个 不要说不能跟这个刘云山相比 再往前跟什么李长春呢 或者在之前的一些主管这方面的工作相比 他都是相当弱的 相当弱势 所以经过了七月八月的重创之后 更加弱势 所以他当时露面之后 才是这么一副鼻青脸肿的样子 非常沮丧浮肿的样子 显然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斗争 仅仅是勉强保住了政治局常委这个位置 也就是中共处于所谓政治稳定的需要 但事实上王沪宁在党内 可以说已经被架空了 至于说宣传和意识形态 领域究竟他干的怎么样 都很难说 有多少实权都很难说 对外的宣传调子变了 对内的宣传调子没变 那么说到这个谣言传言 中共尽管不断地批谣或者洗地 但是最近又有一个消息源显示 中共含蓄地承认中南海有泪鬼 因为中共假借 假借谈这个白宫 谈美国白宫的事情 因为美国白宫最近发生了事情 纽约时报刊登一篇匿名文章 宣称是白宫内部川普政府的一个官员 所写的一个匿名文章 所批评川普任性任意 然后白宫的其他官员小心翼翼地保护这个国家 避免川普的决策给美国带来损失 这个文章在纽约时报发出之后极其轩然大波 那么这个川普政府的这些官员高官都纷纷 撇清自己跟自己无关 没有写过这样的匿名的信 所以不知道这个匿名信从何而来 那么极有可能也有可能是 这个民主党或者是美国主流媒体 对川普不满的主流媒体制造出来这么一个事件 试图影响11月的七中选举 那么借这个事件 中共的一些消息员就趁机就承认自己中南海有泪鬼 说这个白宫有泪鬼 中南海也有泪鬼 就含蓄地承认这些中共内部 尤其中共高层 从中南海到北戴河传出的各种消息 是内部放出来的 而内部放出来说跟白宫不同 就是这个白宫是像新闻媒体这样放出来 说中共内部来说是有对立的派系 说不同派别的政敌 就是不利于习近平的政敌放出来的消息 就暗示 事实上这几年的发展可以看出 习近平这一派也在不断地放风 其他派系的一些信息 或者是先声夺人起了个舆论先行的作用 出口转内销 特别是在前五年所谓高层反腐 反倒政治局常委军委副主席 政治局委员这些级别的时候 总是要先对外放风 然后假借外媒或者境外的舆论 或者港台的舆论 然后反馈回去 来个出口转内销 然后制造声势先生夺人 然后再去查处一些退休的政治局常委 或者是军委副主席 制造一个舆论上的舆论 实际上习近平一派也这么干 但是这一次这个说法就承认了 双方都在这么干 就是中南海有内鬼承认这一点 承认中南海有内鬼就承认了中南海 有内斗有内吼 有他的这个政争 或者是各种政变传闻 并非空穴来风 那么说到这里 这个这个网友呢 我看到网友有反应说 说陈先生你很久没有讲段子了 要不跟我们讲个段子 那么今天星期六 又是中朝关系 又是9月9号马上到来 那么我就这个讲一个小小的段子 就是关于谁出访朝鲜这件事 我们都知道习近平避嫌 因为川普施压 就不去朝鲜访问了 那么换谁呢 按道理应该是王沪宁 打的都不同意 所以这个习近平呢 段子啊 这是段子听清楚 千万不要这个误会 免得有人又这个 说这个陈先生怎么对细节了解的那么多 难得你在习近平身边吗 在中南海内部吗 那是五毛党故意浑销试听那个说法 这个习近平找到王沪宁 就跟王沪宁讲 说王沪宁同志 现在我不去朝鲜访问 按道理呢 应该派你去 但是党内的同志们都不同意 这个我很难办 他们都不找你了 只有我还对你有点尊重 那我就想问一下 你的意见怎么样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说现在我想派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去朝鲜访问 代表我 你觉得如何 王沪宁就说 习近平同志 我从来不反对你 但是这件事不好 习近平说为什么不好 王沪宁说 外界都传言有二王之争 说我跟王岐山是左右之争 是老死不相往来 生死大仇 你这样让王岐山代替我去出访 不是就做死了外面的二王之争吗 这不妥 习近平你说有道理 那习近平说 那我就派汪洋同志去访问 政治局常委 全国政协主席代表我如何 这个王沪宁又说 习近平同志 我从来不反对你 我不敢反对你 但是汪洋同志去 这不好 习近平说为什么不好 他你想想 前段时间一直有海河之争 说汪洋是大海 你是梁家河 海河之争 说你要被汪洋所取代 如果现在你派汪洋去 代替你去访问 不就是做事外界的传言 有进一步增加外界的传言 说你要被汪洋所取代吗 所以我认为不妥 习近平也听说 有道理 那还有谁呢 还有政治局常委里边 还有谁能够派呢 比如说韩正同志 你觉得怎么样 副总理政治局常委 这个王沪宁说 习近平同志 我不敢反对你 但是韩正同志去不好 习近平说为什么不好 他你想 这个韩正的排名在我之后 然后你又不去 我又不去 还派一个在我排名之后的一位 政治局常委去 而且又说我是跟他都是江派人 到时候朝鲜同志怎么想 我们派的级别越来越低 所以不妥吧 况且我的比我低的级别都代替了 我的老脸往哪里割 习近平一听 又沉思前 那我派赵乐际同志去 中纪委书记 政治局常委 王沪宁说 习近平同志 我从来不敢反对你 但是赵乐际同志去不好 习近平说为什么不好 王沪宁说 你想想 赵乐际主管是什么 中纪委书记 中纪委书记 他是主管反腐的 那么朝鲜 大家都知道 金正恩 金三胖 交涉淫义 腐败 众欲 大吃大喝 肥头大耳 一看就是个腐败分子 你把赵乐际同志派去 给朝鲜同志多大的误会 可能会引起惊慌 人家以为赵乐际去抓人去了 是反腐去了 你这样的话 让朝鲜同志心里过不去吧 习近平一听又觉得这个有道理 习近平说那没办法了 我总不能派李克强去吧 李克强我千方百计把他边缘化 他是总理 大家都说是习的体制 我从来不承认 我说是习王体制勉强 这个习王体制也勉强 实际上我要的是习体制 一切都信习 你看报纸上 全部信习 不能信李 李克强不合适 这个王沪宁说 习近平同志 这个我完全赞同 我这个从来不反对你 好 这下习近平说只剩下一个人了 那就是栗战术 人大委员长 排名第三的政治局常委 只能他代表我去厨房了 这个王沪宁就说 这个当然就没法 没有选择了 习近平同志 这个我同意你 因为已经别无选择 只剩下栗战术同志了 你让他去吧 不过我有言在先 习近平说 什么有言在先 说王沪宁就说 我们中国同志去朝鲜 凶多吉少 都有结局和下场不妙 你看看这个四月份 我们的一车的同志 死在那里 而且还有一位重要的同志 死在那里 我们不敢说 只是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栗战术同志去了 会不会 习近平一听 脸色沉了 说你怎么禁述你这些 不吉利的话 难怪说人家说你这个 这个表情就让中朝关系不吉利 这个阴阳怪气的 说人家汪洋同志都说了 说你面无表情 面目笑容 你看人家金泽恩来访 满面春风 满面红光 面带微笑 你呢 哭上这张脸 像个上门心似的 笑也笑不出来 有时候你笑一下 皮笑热不笑 连我都吓一跳 说你别说这些不吉利的话 你已经是个上门心了 把中朝关系也搞坏 把中美关系也搞坏 你还在这说些不吉利的话 王沪颖挺脸色沙白 然后又赶紧挤一个皮笑肉不笑说 扎 奴才明白了 我不多说了 所以最后 这个习近平就决定派立战术出访朝鲜了 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 再见